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孩子小时候都被爸爸打过 那我爸跟你爸不一样 我爸是警察 他有警棍 这种带电的 你知道吧 当然他不可能拿这个电我嘛 但是他会拿这个吓唬我 威胁我是吧 儿子 你知道吗 爸爸昨天拿这个 点了一头牛 八百多斤的牛 一击击 你有牛状吗 没有没有 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点他吗 不是 因为他不写作业 很恐怖啊 很恐怖 最过分的一次 他骑着那个警用摩托追我 就老师的警用摩托 带跨斗的 真是 他就 我那天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他就拿了一个追 我追了三条街 给我追到昏倒在那边 拎起来扔斗里 旁边的围观群众很好奇啊 说哎呀警察同志 这个小朋友是干了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啊 怎么未成年人保护法头 保护不了他啊 当然我跟我爸 现在的关系已经缓和了 他还经常安慰我说 儿子 儿子 没事 你看现在这个 网上经常有人骂你 不要往心里去 想想爸当年是怎么对你的 他们说到底都是外人 外人对你再不好 能有你亲爹不好吗 前段时间我爸妈卖我们 那个内蒙岗家的那个房子 想换一个新的房子 房子还挺好卖的 学区房 不是 是不是觉得内蒙有学区房 很奇怪 不应该都是牧区房吗 学区房 学区房 啊 学区房 很好卖 看房那人就很多 我爸就贪心嘛 他想卖的贵一点 真的很贪心 他居然想卖到每平米 3600的高价 听完这个 是不是就相信在内蒙了 在我们那真的很贵了 然后呢很多人来看房 我爸就想了一个招 他再加个那个墙上 很显眼的位置挂上了我的照片 造成一种在卖名人故居的感觉 结果但是来看房的人 他不一定认识我 很尴尬 我爸还猛提醒人家 人家想看看卧室 我爸说你再看看墙 再看看墙 后来为了让人认出来 就把那个照片都挂满了 就是我跟各种 就这种明星的 同框的截图 是吧 都不是合影 都是他亲自截的图 挂了一墙 然后呢家里的电视循环播放 吐槽大会 脱口袖大会 不过 这回看房的人都认出我来了 但是完全不明白 我跟这个房子有什么关系 都以为这个中年男人 是我的一个变态粉丝 我爸 甚至想让我在节目里 给这个房子做植入广告 说真材实料内蒙好房 真过老村长 真过老村长 这个对我言辞拒绝 怎么可能真过老村长呢 对我言辞拒绝 最后还是卖掉了 学区房很好卖 卖掉了 卖掉以后 换了一个新房 好窄 每平米三千七的好窄 我都不知道换它干啥 然后就开始装修 这个父母装修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吧 平时你不知道 谁在买的那些东西 都买回家去了 然后呢 买了一个智能电视 牌子叫画风 都没人听过 对不对 还有那种红木雕花的 那种沙发 那是沙发吗 我坐那个上面 看个电视 跟军训一样 是吧 还有这个父母装修的 保留节目 电视墙 这电视后面那堵墙 一定要设计一下 我爸选择的是 那个刺绣的玉兰花 娇艳欲敌 是吧 就那个电视 再搭上那个电视墙 你就不知道 你看什么节目都别扭 我就看着 这一堵完整的墙 我就思考 你说李大人 你为什么要孝顺 为什么要挣钱 让你爸买这样的电视 但是后来呢 我妈告诉我 给我讲了一下 我爸购买这台电视的 全过程 其实是个很伤感的事情 我听完就很难过的 真的 就是他去买这个电视 就是 他去那个商场 两口子去逛买电视 大家知道 现在的智能电视 那个遥控器 都有一个语音搜索功能 就年轻人不怎么用其实 但老年人很依赖那个 然后 到了以后呢 挨戈市 到了第一台电视 我爸过去 拿起遥控器 李旦 未找到搜索结果 这个国际著名品牌 某星 就被淘汰了 拿起第二个 李旦 有一个吐槽大会 这个某所进入待定 来到了我们画风智能大彩店 李旦 吐槽大会 脱口秀大会 出版图书 冷场 内蒙古生人 在西根浩特西院小区 有一处房子要卖 是吧 冷场完整 最后这个是开玩笑 对不对 但我爸真的就是因为 这台电视 能搜到最多关于我的信息 然后就买了这个电视 就是挺难过的 是吧 为什么那些国际大品牌 就搜不到我 是吧 好 欢迎大家来到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 第二期积分赛的现场 来到很多关于我爹的事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 就叫爸妈 我就直说了 接下来呢 会有七位脱口秀演员 来到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 他们跟父母的关系啊 很多痛苦的往事啊 我这些都不算痛苦的 这个话题呢 也很适合我们这两位领校员 是吧 一位是 见了就想教父亲的 于大爷 另一位是 还没有当母亲的 心姐 这两位领校员呢 会陪我们走完 脱口秀大会全季 这期主题就 爸妈我就直说了 对不对 咱们也就 直接开始 有什么 这一生 想跟爸妈直说的话题 不方便在家里说的 当着这些陌生人 可以说一下 真要说吗 就是 就是我有两个户头 我有一个是 自己的小金库 然后我妈一直觉得 她同览着 我们家的财政大权 就我大的钱 都会进到她那里 但是她平时一直以为 我是什么都不花钱的 因为在那个户头 我的钱是只进不出 但我自己有小金库 我就偷偷的东西 是在这里买 完了 我今天说完 回去肯定被端了 你们好在还有户头啊 我什么户头都没有啊 我这个财政大权 是不在我手里 我跟我爸妈 我害怕她知道的事情 就是现在没有什么了 之前就老怕她知道 我抽烟 我跟他们关系也不怎么样 大家我是斯文 今天呢 大家都在讲父母啊 但我想说一下 我的家庭其实比较特殊 就是我出生在一个 单亲家庭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了 就小的时候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跟我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就你知道时间长了 我就会觉得这就很酷 就每次跟同学吵架的时候 我就会甩出这个大招 就我同桌每天 你往那边抄现了 我父母离婚了 对不起 但你知道 其实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啊 你会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你很容易拉近 跟所有人的关系 就小时候啊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说 啊 这么大的秘密 你都愿意告诉我 我都没有什么秘密 可以跟你交换 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家不知道 其实我已经告诉了所有人 虽然当年啊 父母离婚的人很少 但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也没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家的相册 就你翻开我们家的相册 你会发现 有一个人是被抠掉的 所以你知道 小朋友每次去我们家 看完我们家相册 都会问 哎 你妈怎么那么喜欢 跟一个窟窿合影呢 我妈其实一直对她离婚 这个事会莫如是呢 但是我觉得 父母如果离婚了 你就应该及时告诉孩子 因为你即便不告诉她 她也什么都懂 就我妈经常这样 有时候会带一个叔叔回家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每次这个时候 我就会像领导 突然视察工作一样 突然冲出去 哎呀 我说这是谁呀 然后两个人很紧张 蹭站起来 然后坐坐坐坐 然后那个叔叔还给我寒暄 哎呀 这个孩子这么大了 上几年纪了 这个学习好不好呀 那我毕竟是我妈的娘 娘嫁人嘛 对吧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 我去拿点水果 你们两个年轻人慢慢聊 我说妈 你不需要给我五块钱 让我出去买点吃的吗 然后旁边那个叔叔 还特别傻 还教育 我说 哎呀 小孩子 勤俭节约 不要乱花钱 我听了特别生气 对不对 我说妈 我觉得还是那天 那个张叔叔好呀 你看张叔叔 还给我们带了那么好的老村长酒 对吧 纯粮酿造 真材实料 是真正的硬盒好酒 记错了 好像是之前那个李叔叔带的 我甚至可以知道 我妈感情生活的详细进展 你知道有时候 我妈会带一个叔叔回来 说叫爸爸 我说爸爸 没有丝毫有欲 习惯了 过了几个月 我说 爸爸呢 我妈说 以后不要再叫他爸爸了 我说 好嘞 习惯了 但是我知道 其实我的爸妈呢 都在默默地互相关心着对方 就是特别是 他们每次听到 对方的坏消息的时候 就你知道 他们都会强烈着 安排着心中的喜悦 做生意赔了那么多钱 好惨 所以每到过年 我都会给他俩 带来一些 对方的坏消息 让他俩开心开心 就像那首歌里面唱的 爸爸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 妈妈的事情 向爸爸谈谈 但我觉得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最可怕的 不是父母离婚 而是父母跟你说 我们不离婚 是为了你 就真的很吓人 对不对 你知道还有很多父母 为了孩子的学习 还互相约定 孩子高考结束之后 才能离婚 对吧 听起来好像离婚 是庆祝高考的一个仪式 孩子考上清华了 离婚吧 双喜离门 而且最 双喜离门 最尴尬的就是你想想 你没有考好 你要复读 他们复婚 你说你复读这一年 压力大不大 你的父母天天鼓励你 孩子 今年你可要好好考呀 爸爸跟李阿姨 妈妈跟张叔叔的幸福 可全在你手上了 一人考好 四驾幸福 当然我说的比较夸张啊 但是我真的作为一个 单亲家庭的孩子啊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父母离婚 其实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但他如果骗你 那才是最难受的 对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如果我离婚的话啊 我告诉不告诉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一定会告诉孩子 好 现在我是四文 感谢四文 大家好 我是王金卓 这一题叫这个爸妈 对你有话直说 还要咋直说呀 我们还不够直说嘛 从小我们跟爸妈的沟通 都是鲜血淋漓的 为了买个玩具 人家不买 咱们杀泼打滚耍无赖 我小时候就跟我爸说过 我说你要不给我买 我就死去 你不给我买 我就不活着了 你不给我买 你不是我爸爸 你说我爸听完 得多伤心 还得哄我 别闹了 走 跟叔叔回家 你说我们经常就会说 说父母根本就不了解我们 就是因为不了解你 才能对你那么好啊 了解了你 早就揍你了 真的你想想 小时候 我们想的那些想法 那是人能了解的东西吗 我们想的什么 你想辍学 你想当武林盟主 你想全国人 每个人都给你一块钱的话 你就是有钱人 对不对 然后你想的是 长大以后能当超人 然后娶美少女战士 多幼稚 你现在仔细想想啊 超人美少女战士 都不是一个影视公司的 很难商业合作 我前一阵子在网上 看了一个帖子 就说很多父母 会把孩子最心爱的玩具 送给来做客的亲戚家小孩 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心理创伤 好多网友啊 就在底下叫好 留言附和 说没错 他们不懂我们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我心想 那可不是吗 用你说吗 就是 人不可以为了自己的面子 做一些事情吗 还有的人说 哎呀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玩具 对他们来说是玩具 对我来说是全世界 对 对你来说是全世界 可是是他给你买的呀 是他把这个世界 交到你手里的 创始者有权摧毁世界 一个孩子 他才几岁大的时候 被夺走了玩具 当然可以觉得 被夺走了全世界 但如果这个孩子 长到二十岁了 想起这件事 依然愤怒 依然怨恨 依然在网上的这种 破帖子下面留言叫好 那这个不能说明 这个人心里有创伤 只能说明脑子 有巨大的问题 一个人 二十了 但是心里 永远有一块地方 一直停留在八岁 永远年轻 永远尿炕上 真的你们仔细想想 如果做父母 是一份正式工作的话 谁愿意干这破活 谁干这破活 工作内容 是无条件地对你好 钱 报酬不是说你给他打钱 他每个月打给你钱 任你挥护 干到最后他都懵了 脑子迷迷糊糊的 心想我为什么要接这么个活 还得问你 说我究竟能获得什么呀 你跟他说呢 你会获得我的恨 我恨你 为什么都这样了 你还恨我呀 你连这都不知道 我都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真的 在普通人的世界里 父母和子女永远有矛盾 但是永远也不会有巨大的 无法弥横的矛盾 因为都是普通人嘛 你父母再坏能坏到哪去呢 上次我讲的这段 你父母再坏能坏到哪去呢 有个女孩站起来 王建国我爸是杀人犯 我爸爸杀人犯 我抢银行 我饿不住 我还能说什么 我就说虽然叔叔 是这么奇特的一个人 但是那我也只能 客客气气地提一个小建议 就是我觉得叔叔这样的人 应该枪毙呀 我都说了普通人的世界 普通人 你这个哪里普通了 对吧 绝大部分人都觉得 跟父母的观念不同 无法沟通 你可以别沟通了 每一个问题都有 不同的解决方案 你比如说你妈经常说 你把秋裤穿上 天天说 你就穿上呗 多大点事啊 有人说了 说穿上秋裤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 百分之九十在脸 秋裤 不管你怎么穿 它不当脸 秋裤嘛 你穿的外裤里头的东西 你这里头你不管是穿秋裤 穿裤袜 是穿宝短裤 怎么穿你都不当脸 有的朋友说了不对 说我爸抢一行的时候 就是拿裤袜当脸 这位朋友 怎么哪都有你 叔叔刚才不是枪毙了吗 你天天跟父母说 这个是谣言 那个不该信 说科学表明 正常吃核桃不补脑 吃胶原蛋白 不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科学也表明 吃这些玩意 身体也没事是吧 吃红枣不补血 对 但是他想吃就让他吃呗 不就是枣吗 吃红枣不补血 但是只要吃的时候 把河吐了 他也不流血呀 对不对 很偶尔会有那些 很开明的父母觉得 没准孩子说的有道理 看看他微博发了什么 了解一下他的思想 一去点进去一看 满屏幕都是 转发这条锦里 来年会有好运 他们怎么相信你 只要别把保健品当药物吃 不要耽误治疗 就可以了是吧 如果他们非得这么干 你就劝嘛 但是你也会发现 人家也不听你的是吧 一个字都不听 你问到最后你也懵了 你说为什么 那推销保健品的人 每一句话你都相信 但是我说的这 一个字 一个字你都不听 这是为什么呢 父母听完更懵了 说这你也问 还能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我呀 谢谢大家 你好可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 爸妈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 有话直说的 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 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 我这个岁数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 好像从小就没有 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 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 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 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 我妈只会说 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 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 你一听就不是 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 要给我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 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 真的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 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唯一的好处 就是跟我爸 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 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我就是我爸 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 椅子啊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 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 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 怎么看都顺眼 你真的说 然后我的工友 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 就喜欢给我发一些 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 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 立马就给我发了一个 微信推送啊 什么细数电热毯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 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 电热毯睡多了 会不孕不遇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 这个文章一看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 在我们北方 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遇 我都不知道你们听完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快捷酒店的主打房型 很可能就是温暖 电热毯 主题 大床房 他俩跟其他父母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我 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 我跟你们讲 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 对几个男人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他们单位能不能给他们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有没有编制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直滑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我大老远去外地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啊 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 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那些年广场舞 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 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护兰 还在提喘的 这个事不喘了 已经治好了 是吧 刚才我觉得后台听大家讲什么父母 就越听越觉得 这些爸妈简直啥父母 对吧 我觉得我妈就挺好的 小时候还跟我说儿子啊 要是有人打你了 回来跟妈说 我说妈 除了你没人打我了 其他父母打孩子呢 还是有理由的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是闲着 你下雨天打伞啊 你打什么孩子呢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就给我爸端茶倒水的 生怕他闲下来 后来总因为这句话挨揍嘛 就去查这句话来历 这句话是什么 湖南四川那边 那边管鞋子叫孩子 下雨天打鞋子 闲着是闲着 下雨天出不了门 把鞋子好好打一打 晴天不就出门了吗 这是讲逻辑的一句话 传到我们彪汉的东北 一听还能打孩子 太讲道理了 小时候还一样 估计你们也是 我妈出门回来之后 回来摸摸那个电视热不热啊 什么之后 我妈对我特别的不信任 但我也没有辜负 我妈对我的不信任 特别的不自觉 一摸就是热的嘛 后来我就知道 要给这个电视降降闻 那我给电视降闻的方法 就是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给我降闻的方法 就跟着学嘛 给电视放湿毛巾 拿电风扇吹 还有一次对着电扇 在那擦酒精 但后来我妈没办法 我跟我妈 我妈没办法出门 她又把遥控器啊 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但基本上她出门半小时之内 我就能把那个遥控器找到 我俩基本处于一个 谁都防不住谁的状态 后来我妈没有办法 提我把遥控器放包里 天天背着遥控器去上班 我也不是擅长 我去家电中心 配了一个遥控器 天天背着遥控器去上学 而且小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样 你们也一样对吧 父母经常会 你拿其他家小孩比吗 说看看谁家小孩 怎么样子 我小的时候已经足够的优秀 做到我妈目击范围之内 最优秀的小孩 我妈常常苦于 不能拿我跟其他家小孩比 直到后来我妈 看到一本书 叫《哈佛女孩刘怡婷》 后来我才知道 这本书给无数的中国小孩 带来终身伤害 就没人 有人没人看过 给你们讲讲那里面的情节 就是那个哈佛女孩的父母 为了训练这个姑娘的注意力 让她双手去抓兵 里面详细记录了 整个20分钟抓兵的过程 什么啊 几分钟 什么好冷 几分钟什么嘴唇发紫 什么几分钟 注意力终于训练成了 我妈看到这儿说 这挺好 你也来试一试 她千算万算 忘记我是个东北小孩 我最擅长的就是抓兵 给我一个兵 我随便一抓 就抓半个小时 抓到后面兵都化了 训练什么注意力 兵化了都没注意到 这个讲特别好笑 而且长大之后 我回家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跟我妈聊逻辑了 她经常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 我说妈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她说你是不是顶嘴 我说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何顶之友 何顶之友 她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没法聊对吧 我跟她说事情 她跟我说顶嘴 我跟她讲逻辑 她跟我聊翅膀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 只有她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而且长到现在 咱们这个年龄 就对父母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 对吧 就是儿女不求 父母为家做到他贡献的 只要不买理财产品 上到受骗什么都好 我都是特别害怕那些买理财产品的 因为他们对我妈 比我对我妈孝顺多了 虚和温暖也不顶嘴 然后我妈说你跟人家学学 我说我也不错对吧 我对我那些客户也可孝顺了 现在这社会不就这样子吗 每个人都在孝顺其他人的父母 你看嘛 父亲节的时候 我本来就可以悄悄地给我爸 发条微信 说什么爸爸节日快乐 我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 还发一个朋友圈呢 就是因为我还有很多 社会上的爸爸嘛 我说过来 我真的特别害怕我妈 买什么理财产品 前面正我回家 我妈让她帮她看一个理财产品 我算了算 年化率110% 我说是不是骗人的吗 我妈说怎么回事 我说这么跟你说 巴菲特忙活一年就能赚20% 我说你何德何德能赚110% 我说巴菲特赚20% 是因为买不到这么好的理财产品 我说妈你不光是金融鬼财 你是逻辑鬼财 东北金融女魔头 还有人花钱跟巴菲特吃饭 我觉得巴菲特应该花钱 跟我妈吃饭 现在我想明白了 就回家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陪她做她喜欢的事情就好 就回她陪家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什么之类的 真的 她看电视剧有特别的意思 她是这个风格的 她看了三四集之后啊 就忍不住看大结局看第四十集 那能看得明白吗 她又倒着看 39 38 37 越看越明白 看得跟解谜一样 死着的人看伤全活怪了 好 谢谢啊 我是护兰希希 好 谢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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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来个结尾 他有个结尾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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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的右脚特别疼 结果她摔到右脚的时候 我的右脚也特别疼 因为我摔到了她右脚上 我们爸妈给我们的伤害 从取名字的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给双胞胎取名字 一定会把两个人的名字 组成一个词 所以当年我们的备选名 就包括了幸福 吉祥和团圆 凭什么我们要取这样的名字 我们又不是一对熊猫 熊猫取名字跟双胞胎 真的是一样的 你不会听说有一对熊猫 分别叫做团团和张书贞 我们理解不了 我们爸妈的生活状态 我妈是个家庭主妇 我妈也是 她的生活特别无聊 她无聊到不行的时候 就会把家里的桌子椅子 都抹一遍 我们家桌子椅子 都被她妈挨了 我妈失眠还特别严重 她喜欢一天到晚躺在床上 盼着自己能睡着 但她也不能算是喜欢躺着 因为躺着听起来很舒服 她只能算是喜欢横着站在床上 哇 这梗没接住 这个就 观众需要想一下 我爸今年已经60多了 我爸也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突然间发现父母老了 我们最近就突然发现 我爸好像真的老了 因为他开始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梦想 强加回自己身上了 他突然就开始说 他有一个拉丁舞梦想 然后他翻出我们的舞鞋舞库 去报了个舞蹈班 他就开始跳 才跳了两天 他的膝盖就剧痛 然后他去找医生 还有医生 我这膝盖是不是最近用多了呀 也不能算是用多了 你这个年纪呢 那应该算是用完了 以后呀 你就当你没这膝盖了吧 但是我爸还是不死心 还是整天想着要去跳舞 所以我们就劝他说 你这个岁数就别跳什么拉丁舞了 你要是实在想跳 你可以去跳钢管舞 至少跳的时候 你可以扶着点 我们爸妈给我们树立了 夫妻关系的榜样 每次看到他们那样的夫妻 我们就会很受触动 有一次我们路过人民广场 看见一位老人在吹一只破源号 吹得很美 旁边还放了一块破纸板 上面写老伴治病 生活困难 这个老人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爸妈 所以我们走上去对他说 真正的伴侣就应该像您这样 就应该这样 老伴在家里生着病 您却来街头实现音乐梦想 我们以前很想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太难了 因为我们之间的沟通很有问题 比如他们对我们俩的人生规划有不同的意见 我爸希望我们考研 我妈希望我们好好工作 但是呢 他们都不直说 他们喜欢转发一些有关双胞胎的文章 来暗示我们 前几天 我妈就发出一篇 为感激父母养育真 脑瘫双胞胎 坚持创业 然后群里出现了一阵礼貌性的沉默 因为我爸打字太慢了 然后他发出一篇 震惊 双胞胎姐妹一个考研成功 走上人生巅峰 另一个创业失败 惨死街边 我们就不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要看这种文章 还看得这么认真 不像我们年轻人 我们看文章都是飞快的 就像这样 就比如 我刷到无心的绯闻 虽然知道很无聊 但是不看又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年轻人大概是觉得 如果看得够快 就可以约等于没看过 这里还可以有一个比喻 对 我们来想一个比喻 这就像 无心在这么短时间内 拍了这么多电视剧 他大概也是以为 如果拍得够快 大家就不会发现他拍了 我们以前会觉得 作为年轻人 我们要去帮助父母改变 所以我们就想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他们看啥都这么认真 我们看啥都这么不认真 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篇文章 解释了这种待机差异 他说首先啊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 看一篇文章 只看前百分之二十 这是为什么呢 我没有看到那里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跟父母之间 与其互相改变 不如互相接受 演出之前 我们特意去问了爸妈 如果我们在台上调侃他们 他们会不会觉得 有点受伤 我爸说 你们的生活 对你们来说更重要 说着他从钢管上滑了下来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这是他们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好 我是汪天国 谢谢 谢谢 今天呢 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被淘汰 我这个 我们组这些大哥也太厉害了吧 什么玩意儿 我是最特殊的人 我也特别喜欢毛豆大哥 真的 就是 他是段子非常炸 而且人特别热心肠 今天这个舞台给我吓坏了 就是因为我恐高 我每次上上下下的时候 都特别害怕 毛豆大哥人就特好 就一直掺着我上来 还劝我 没有事儿啊 我挡过饼 我不怕高 上来了之后 楼梯有点晃 没有事儿 我挡过船员 我不怕晃 我说大哥你掺 我就掺 你就别唠嗑了呗 你这手一个没抓稳 我今天直接吃席了 大哥 没有事儿 我挡过厨子 我会做席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就开玩笑贼愣 因为我比他们还愣 我的情商都是破碎的 就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集 就是去年的前六强选手 隆重登场 那时候我们就 卡就坐那等着了 卡那边闪起一辆 特别特殊的光芒 我所有人都想 前六强终于要来了 结果进来的是斯文 就所有人都很意外 但我灵光一闪扶置心灵 我一把搂住身边的成路 我说成哥你看 没想到吧 前六没来 前七来了 哇 这个男子 那个场面啊 就贼尴尬 斯文愣在那里 成哥也愣在那里 我看这不行啊 我得说点什么呀 我就说 那个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你俩就拿我当个孩子吧 反正你俩以后 也不会有孩子了 反正你俩以后也不会有孩子了 反正你俩以后也不会有孩子了 因为我不懂人情事故 我一出门没有人情 全是事故 有一次 我去 我去录汪涵老师的节目 正录像的 录着录着 我就走神了 我就在想 哎呀 我这节目上 我表现得这么差 以后这个节目 不会再让我来了 但是因为我是走神 我就边想 边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我还带着麦呢 那个场面就贼尴尬 嘉宾愣在那里 观众也愣在那里 我环顾四周 找不到一个前期能缓解气氛 但是韩哥人特别好 他就马上打圆场 说放心吧 下次还会请你来的 大家说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说对 这个时候 本来我只要说一句 谢谢大家 就完事了 对吧 但我没有 韩哥说下次一定请你来 我说真的吗 韩哥说真的呀 我说韩哥 那你发个毒誓吧 现在三年已经过去了 那个节目再也没有请过我 朋友们 我只会做喜剧 我不会做人呢 人类太难当了 好多年前 我们董事长带着我去见客户 他觉得我是搞喜剧的 一定很会活跃气氛 我就没见过 这么不懂事的董事长 但是当时我年纪轻轻 我得到领导的赏识 很高兴 心想今天一定给他 好好活跃一下的 于是在董事长 做下钱的那一个刹那 我把他凳子撤了 当时全场气氛都炸了 我还高兴呢 我现在这喜剧手法最好用的 果然得是吊凳 结果大家乱做一团 董事长摔蒙了 躺在角落一动不动 我看看董事长 看看客户 看了看这一桌子的菜 我说别愣着了 他都这样了 咱们赶紧吃席吧 你别整一会儿 那人还热乎呢 菜凉了 那天董事长也去医院检查了 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头也轻了 屁股也轻了 最差劲的员工 无非就是能让老板头疼 只有我能让老板两头疼 最后我还去医院看他了 我给他送了 经典超绿牛奶 我说领导喝这个吧 这个好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一倍补前头 一倍补后头 后来我就 我就跟人说我设恐嘛 我不出门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其实只有我知道 我是在保护你们 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就有陌生人的局 我从来就不去 还有人劝我呢 建国你放心来吧 我这边有个朋友特别会聊天 无知者无畏啊 你这个朋友还能用我帮 还会聊天吗 那最后呢 我要跟韩哥 和跟我董事长都道个歉 我也跟我诚哥 和我前嫂子也道个歉 虽然你们的分开 不是因为我 但我也不应该说 你俩不会有孩子了 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不应该乱说 不能再讲了 再讲出面了 谢谢大家 谢谢